事到如今我也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向大家隐瞒了 其实呢我手里拿的这台呢 大家好我是顾军 那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佳能昨天晚上刚刚公布的 确认过的EOS25的视频规格 视频参数了 那这里呢我先要向佳能表示抱歉 因为在他第一次发布EOS25的规格的时候 其实我对他的视频这种规格呢 有所怀疑 我当时说 你这个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 好吧那我不得不说玩还是佳能会玩 好吧一个相机到现在也没有说是什么时候上市 然后已经公布了好几次了 好吧那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 昨天晚上确认过的视频参数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怕的这个相机 好吧那事到如今我也觉得 我没有必要再向大家隐瞒了 其实呢我手里拿的这台呢 是佳能的EOS25 好吧并没有什么卵用 但是我想说的是好吧 就是EOS25非常期待 我至少我觉得我是一定会买 不是我觉得我是一定会买的 好吧 但我还很好奇说这么一台相机 到底最终它会定价定的是多少 那还有几个小小的疑问 那我们在视频最后说 那首先我们先说他的8K 他的8K果然是货真价实的8K 好吧 就是这个8K 既是可以内录10bit 422 同时又是毫无检材 他所有的4K 佳能是这么说的 所有的4K 8K都没有任何的检材 好吧 那他8K的时候可以拍摄RAW 可以拍摄H265 可以拍摄10bit 422 可以拍摄Clog 可以拍摄HDR 所以对啊 就是完完整整 好吧 就是货真价实的8K 好吧 这里我想佳能表示抱歉 好吧 我怀疑你是我不对 好吧 但是这个是鉴于EOS啊 好吧 好 那接下来我再说一下我个人 其实最期待的我还不是8K 老实说8K尤其是H265的8K 我觉得剪辑起来 我的16帧的MacBook Pro 可能会有点受不了 好吧 我个人最期待的 我觉得最让我感到兴奋的 是4K 100 120帧 那这个4K 100 120帧呢 也是完全没有检材的 而且跟8K一样 它可以自动对焦 双核对焦 自动对焦 好吧 没有任何的检材 然后可以拍摄10bit 422的内录 然后同时支持Clog 同时支持HDR 好吧 就是你想要的4K 100 120帧呢 在佳能EOS25上面实现了 而且它是全化妇的 可以自动对焦的 它有Clog的 好吧 就是这一切也未免有一点太美好了吧 我觉得到这里就是 其实佳能EOS25呢 就完完全是佳能当年单反时代的5D2 好吧 就是如果那个参数全是 它确认过了 一定是对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已经期望值非常非常高了 我觉得订单应该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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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了 好吧 那那就是这台相机 我觉得碾压了市面上的所有的就是单反无反 任何的任何的相机 甚至碾压了所有绝大部分绝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视频机 好吧 就是我觉得参数上面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了 好吧 那如果你想了解其他比如佳能终于有了一台机身防抖的相机 好吧 这这个这个EOS25不但是视频规格夸张 而且它有机身防抖 我我几乎找不到什么能抱怨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参数来讲 这台相机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梦想梦想机吧 好吧 就是我觉得是这这台相机真的就是太夸张了 好吧 那接下来我再看一下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没有剪裁 我刚才说过了所有的都有自动对焦 8K 4K都有自动对焦 然后有机身防抖 然后有两张卡 它是两张卡 一张是我们平时用的SD的UHSR卡 另外一张是CF Express 那肯定的因为它要拍8K 它要拍8KRAW的话 它就需要一个特别快的快速的卡 不过它还留了一张CSD卡给我们 如果有一些比较不需要拍到很高规格的视频的人 可以继续使用SD卡 那如果你需要的话 显然CF Express呢 那才是将来了 好吧 总体来说 我刚才说的8K 4K 120帧全部都是内录 就是422 10bit CRAW全部都是内录 非常非常的夸张 就是内录它可以说 它说是up to 30帧 就是在8K的时候 如果是4K内录的时候up to 120帧 422 10bit 就如果你要拍比如25帧 30帧 50帧 60帧 100 120帧都可以内录拍摄4K的时候 但是外录的时候 它说external recording is up to 60帧好不好 就是如果你要外录的话 它不能支持100 120帧的外录 但是如果你要内录的话呢 它一直可以到100 120帧 那接下来我说几个 我有一点点小小疑问的就是 因为家能一般来说拍摄100 120帧的时候 它都直接录制是慢动作 然后没有任何的收音的 那这回虽然它有自动对焦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说 它能不能就是把收音也收进去 因为如果它直接录制慢动作 肯定是没有收音的 但如果要像索尼之类的 A73就是他们录制1080p的时候呢 这时候说家能的R5跟4K跟1080p对比 显得其他相机好弱啊 就是我不知道它这个120帧的时候 会不会是直接录制慢动作 还是说录制的是常规 我们看到的这个正常速度 然后你后期放慢 然后它与声音同时也录在里面 当然我知道有的人会说 这个慢动作120帧谁要录声音 就不要再讲这种话了 你不用有的人会用 尤其是我有时候拍东西的时候 太匆忙的时候忘记调回来 我必须说一下 你调回来有声音录下来了 就是对吧 我后面帧数差一点 但是画面是有的 声音是有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有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了解它的续航 就是作为使用传统的佳能这种小小电池的 然后它的小小机身放不了什么大电池的 然后它的它的续航 我在想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拍摄显然拍摄4K 120帧的这个10比特斯拉 这些都很消耗电池 然后8K啊什么的 我猜的啊 我不知道它续航会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EOSR的续航 也没有像索尼的相机续航那么好 那主要它会不会过热 就是就是因为它的机身也不是很大 但是突然塞进去之前 连防抖也没有 连10比特斯拉的4K 普通的无减材都没有 现在又有无减材又有防抖 又有4K 120帧 然后我就想说 它的它的散热行不行 因为佳能老实说在这种专业相机上面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的错 就是它能放进去一定是不会过热的 但是我目前在使用的6D 嗯 不6D M6 2代就会有过热好不好 就之前我用过的个别加能相机 没有那么专业的 但是逐渐出现了过热的状态 让我觉得有一点点 嗯 好吧 就还有这样的吗 这是什么操作 好吧 就是它会不会过热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格式都这么夸张的话呢 我就想说这个储存的这个啊 对吧 就是就是虽然我对8K其实也没有什么需求了 但是希望对不对 就不要什么256G的卡 录过五分钟就没了 这个样子 好吧 就是对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些疑问了 最后的最后就是它的定价到底是多少 我觉得就是一定是两万好几好几千的定价了 好吧 就是但是依然 我觉得以它这个规格 它这个参数来说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很多人会特别感兴趣 包括我自己 那 以现在的经济情况 卖这么高端的这么贵的相机 真的我觉得挺有勇气的 就是在 对于用户来说 就是对啊 就是大家要买这样的相机 我觉得也是啊 也是要咬牙的 好吧 就是希望定价不要太高 然后我毕竟有三个小孩 他们还是孩子啊 如果定价太高的话 他们今年可能都没有 再也没有牛奶喝了 好吧 就是对啊 但是依然超级期待佳能EOS R5 好吧 那我相信你也一样期待 等我下了订单 等我拿到相机以后 那我会再推出一个关于EOS R5的实际使用感受是怎么样 在这个之前呢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大动作了 应该我也不会再推出这样的 对不对 云固峻了 好吧 那我们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同时订阅我的朋友 关注我的微博 微博片 在新机会 然后播了我Instagram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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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